老太太遭乙气 社会局竟然出面 拜为提告 母亲身上上有两百多万存款 开始慢慢失智之后呢 搞不清楚状况 我没跟你担心 于是呢 他两年 帮他妈妈收拾好行李 弄了个计程车 这老太太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在某个警察局的门口 存款已经为零 没有钱了 社会局安养之后就觉得太过分了 提出遗弃都是 OK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 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 四四频道 正正有词 谢谢大家